就是说住养老公寓吧 这不是说的 我前好年在北京就带我朋友在周边看过 一是要是比较好的 就是那个床位紧张排队 那会儿我还不想上老年公寓 就是只是顺便他们都说 然后看看以后 反正早晚的事就那样 结果就是来这儿呢 就是很偶然 我是来威海的 先来威海带着家人来旅游 来玩 然后看看威海的房价 在二十多年前呢 我跟我姐姐来过威海 觉得哎呀威海这个地方真好 结果后来18年再来的时候吧 哎呀又是个城市了 因为我们一直在北京就那个城市里 就觉得不想在那儿了 老了嘛 找一个比较好的条件 自然环境比较好的 这个地方 结果一看房价一万三四 就直接上了那个卤山了 银滩 因为银滩有俩朋友 他们在那儿有房 就上那儿了 上那儿以后我就在那儿买房了 我那儿还能自理 我觉得自己还身体挺好的 那时候多大 所以说 18年啊 18年 我现在就说虚水80 啊 您现在80了 我是42年生的 哎呦 真不像 我是42年生的 我当然身份证弄错了 是43年 嗯 嗯 那会儿还没想上养老 嗯 结果就在银滩买房了 嗯 嗯 也挺好的 结果呢 在一个小区呢 突然有一天看见一个穆老师 现在他也在咱们这儿住 嗯 嗯 他就说 他 我第一次见他 他就说 哎 我想上老年公寓 他说我想找一半 我当时就说 那我跟您去吧 嗯 我也没考虑 因为其实我房子刚买好 我也装修好了 也没怎么住呢 等于是 嗯 哎 说来就来了 来了一看这儿挺好的 很简单 就是没有目的性的 嗯 就巧合 住下来 然后这之后住过 咱们制养园 最后再落到这儿了 落到虎山 对 落到虎山 在这儿也挺好的 你总比在家 那什么呀 是吧 嗯 在家又买又做 又有什么的 那你银滩 那是买了住了多久啊 没住多久 你想我 我是七月份 就八月份买的房 然后我十月九号 到的咱们 咱们 你这就是买了新房 一共住了三个月 就没住 都是基本没怎么住 但是没怎么住 就是家人来这儿吧 后来来这儿以后呢 我觉得这儿比那个 自己住要好啊 嗯 而且年龄段 差不多都是这个年龄段的 然后这儿的条件 方方面面 挺好的呀 我北京的房 因为卖了 所以我也有条件 一到这儿买房 也觉得便宜 在这儿买一卡呢 住着又方便 简直不是就安排了吗 你把你把家里 北京的房子卖了 卖了 要不我哪有条件买 买那房啊 嗯 一到 一到那个银滩 一说那房价 七十五那会买的最高 那房价高 但是自己感觉从北京来 那个房价在简直太便宜了 所以就这么一个巧合 跟穆老师就来了 住了三个月的一个新房 不住了 然后来了养老院 来了之后 然后你就决定在养老院住了 是什么东西触动了你 还是什么 我这人吧 因为第一 当时穆老师 他也岁数比我大 我其实虽然不认识 但是我现在回想起来 我都不知道 我怎么就说 我跟你 我陪您吧 嗯 都觉得是 我自己想不通 但是呢 一到这老年公寓呢 反正来了 一看环境啊 条件啊 挺好的 在这生活也很方便 我就 我这人办事吧 我不是前思后想 顾虑这顾虑那 就简简单单的 嗯 反正有这个条件就利用了 然后就决定 当时就决定就在这住 到现在都不回去 因为他那个房子在那空的 就空着 是不是疫情 疫情期间 朋友亲戚都不能来吗 嗯 开始没有疫情 时候前两年还能 他们有时候 谁来过来住 谁过来住 现在这一直就空着吧 嗯 空着卖也卖不出去 现在那房价现在那么低 起码得赔一半 我也没着急 赶上了 嗯 没所谓 嗯 对 那您现在的话 就是18年的时候在这住 然后现在是2022年 现在快四年了 对 住了快四年了 是啊 很快呀 一换四年了 而且这中间我就逐步决定 我就住老年公寓了 一直到最后 嗯 开启 开始前期没什么想法 嗯 我要怎么怎么 因为我那会身体挺好的 什么到处旅游啊 玩啊 啊 现在呢 就是住在这儿了 随着就有想法 我就在这儿安定了 嗯 您现在的身体也挺好了 您 您这个 您说80岁 其实大部分人 我估计看不出来您有80岁 我这人要说好听点 就是性格好 嗯 那个相对就是心态好吧 嗯 简简简单单 嗯 很多事都不考虑 都活到这份上 还想那么多干嘛 嗯 80岁有您这身体 有您这心态 可以啊 心态吧 这一 一直看性格 另外你看悟到好多东西 你应该明白的 是吧 另外说实在都都 都这么多年 都到最后这些 在生命的最后这段 你什么都别考虑了 给自己 别想那么远 活在当下 开开心心 简简单单就行了